大家好,深中通道即將開通了 不知道正式開通之後有沒有興趣去中山這一邊吃喝玩樂 即是說,除了深圳之外,我們可以再去遠一點 離開深圳,去到中山這一邊也有很多食物 最近電視節目也有介紹大家去到中山那裡找食 假如你對中山的旅遊和美食都有興趣的話 既然深中通道已經貼定了,在6月30日就可以正式通車了 其實不妨經這個深中通道去到中山不同的鎮區等等去享受一下 我們自家兄弟接下來都會有專門的一些看樓安排 是可以經這個深中通道來到中山 比以前大大快了至少45分鐘以上的時間 過到中山之後,除了品嘗美食也會帶你去看一些值得置業的樓盤 因為中山這一邊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如果你有興趣經我們的實地考察安排的話,記得聯絡我們吧 其實之前我們有影片就介紹過珠海這一邊的潮州沙河竹 也都認為相當抵食,至少比深圳那邊 一些連鎖店吃的潮州沙河竹是抵食很多的 但也有觀眾曾經留言就說 珠海或者中山這些地區和深圳的物價是不一樣的 這樣去比較並不公平 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其實珠海中山這一邊的小學玩樂比深圳更抵 之前其實我都在中山這一邊留過一段時間 所以這一邊的椰子雞又或者東北菜館等等 我也有品嘗過 雖然是連鎖店,但價錢的確是比很多深圳的連鎖餐廳還要吸引 反正中山這一邊是相當多美食 價錢更加經濟實惠 你想吃不同的菜式又或者想吃粵菜等等 都是有很多選擇 而今次這條影片 主要我們就想先通知大家的聲音 6月30號通車之後 如果你是想經一個深圳東道去中山那邊 我們自家兄弟是可以提供免費的行程安排 既會帶你過去中山這一邊品嘗美食之外 亦都會帶你去提一些領域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盡早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既然開通了之後 有部份中山的區域是十分之受惠這個深圳通道 我們今次又帶大家去看看 我們推介給大家的樓盤示範單位 作為這個深圳通道之旅的部分行 那真是想經深圳通道過到中山這一邊 享受一下的人事 記得留言我們今集這條影片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好房子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房子安排 沒想到想在哪裡看房子和買房子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受算自家兄弟 來到中山的火居開發區這邊 看看有一個月秀和建發 兩場國企聯合打造的一個樓盤 叫做月秀建發撒月 在這個樓盤可以說是目前 動工當中的廣州18號地址 中山延長線火居站 此赤之遙 目前火居站已經動工了 這個樓盤可以說是一勞之隔 目前我們就去看一看它二期的產品 究竟是怎樣 第一隻就80平 它是做了三房一個廁所的設計 OK 看看回應圖 接著我們鏡頭轉一轉過來 看看 入門這個圓關鞋櫃是沒有的 但是有一個凹位 我們可以自己把鞋櫃跟著它的尺寸 做在這裡 再回來聽 因為這個showroom 它是做了一個臨時的示範單位 把它切在售樓柱上面 就不是在實地實體上面 但是都是按自己的比例 大家肉眼所見到的 它將來的膠收標準是長身又有的 地面是鋪了地磚 那傢俬、護腸板、包括這些 這些就沒有了 要自己去做 OK 那這裡其實放了六銀餐桌也是沒有問題的 飯廳這一邊 我們再去廚房看看 經過這個入門位就來到我們廚房 廚房是做了U型的設計 肉眼所見到 就是除了動得到的帽子外 其他都會是有的 包括七樓煙機、廚櫃 我們的造頭燒陸櫃 這些都會是減少標準 自己就只需要買一買雪櫃 就可以投入使用 OK 也都是啦 這裡做了雪櫃之後 開門的空間 都是有少許窄 好 再出來 經過我們的帆廳、客廳 再出來露台 這裡是單層玻璃 單層玻璃 出來露台 這個showroom是 剛才介紹過的 是臨時的 以後露台的話 會有少許變化 OK 再回來 回來 我們去房間位置看看 融眼過來看一看我們的 這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不是我們傳統2的乾濕分離 它是一體過的 好 OK 好 出回來 再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的話 鋪地板和油油 好 尺寸 尺寸 如果擺放5個床 都可以擺放2個床 櫃 所以是比較標準的 這間客房的大小 都比較小的 對面 對面有一間小房 這間是顧名思義的小房 做麻雀房 或者做瑜伽室 看護自己 最後我們還是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確實 真的大 80平的話 這個主人房 其實都OK 現在很多市面上 你做80 只做了兩房 而且房間不是特別大 但是這一個 大家可以看看 六隻床 雖然說這裏是收窄了 這張是變窄 變短了的床 實際上是到這裏 但依然都做三邊落床 兩個床頭 加上衣櫃 是沒有問題的 OK 這就是我們 瑜伽劍法89平 三放兩次 今次這一集 由於是以心中通道為主 所以這個劍法灑月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記得留意著 我們自己的兄弟 我們有更詳盡的影片 會稍後推出來 當然如果你真的 急不及待相告 在這邊看 可以盡早聯絡我們 拿到資料 或者直接跟我們到現場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介紹 位處於這個 火具和港口的樓盤 都能夠受惠到這個 心中通道 第一個 就是中海細機會 第二個 就叫做贏家 大家可以看看 他們的示範單位 到底有否吸引 來看一下 41平方做了兩房 一個屁股 進來看看 在入門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智能鎖 和這個門的膠錶 就如大家所見到 它都是用到這個層面 在鏡頭左邊 就是我們的櫃 櫃 包括這個車學演機 然後有電磁路 還有下面一個消毒櫃 這個也是膠收標準 再跟大家說一聲 因為這個是Open Kitchen 以及鑑於本身一個產權性的原因 所以這裡是不可以用明火的 所以主食也是用燃氣的 OK 再看看鏡頭右邊 在右邊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一個toilet的位置 toilet 如大家所見到 除了動得到的東西 沒有之外 其他都是假收標準 包括我現在站在這個旗桿位 然後馬桶 這個櫃 還有下面的洗手盆 我們再回來 這個壺形做了一個叫動靜分離 靜的休息區是在二樓上面 下面這個動的就是我們客廳的位置 而且帶了一個開放式的露台 這裡總層的樓底大概是四米半左右 做兩層的空間 更是空間也不會太壓抑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我們一樓的這個位置 首先在這個餐廳位 因為整體教育不算大 所以在這裡放了一張餐桌 兩三個人吃東西都OK 而鏡頭這一邊所見到 它已經做好了這個樓梯給我們 將來預留下方的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按照它的size 擺放這個雪櫃 而這裡 就是它預留下的鞋櫃的位置 再過來客廳看看 這個客廳 這個客廳 有一張小型的梳化 坐在這裡看著我們的電視 都相當溫馨到位 冷氣方面都是交收標準 包括廳和房間都有冷氣 我們再出來露台看看 露台這個位置做了一個四線窗門 我個人感覺是比較貼心的 比較貼心的 就像我們身形這麼大隻的 都可以走得到 來到露台 露台不算大 用來浪一下衣服都OK 熱水爐的話 就坐在這裡 都是交收標準 OK 而我們現在鎖台示範單位 就主要重覧我們園區 好 回到你裡頭 我們上去第二層 看一看 這裡就是我們上樓梯的位 左右兩邊各一間房 一間有窗的名房 另一間沒有窗的暗房 先來我們的暗房 看看 上來了 例如這個湖南也是做好 這間房間就是暗房 主要將來的採光 就靠著廳和另一間房間的玻璃 帶過來 而這個位置是偷了出去的 因為下面是走火通道的位 所以它推了出去 造成一個隱藏式的空間 在這裡 好 再去對面 另一間房間 明房 看一看 明房這邊有一個傳落地的玻璃 可以走出來 看到 吊燈和虎南廳的視野角度 我們回到房間這邊 來到房間這邊 這間房間就是明房 明房 大家看到放了一張咪五床 放了咪五床 譬如說衣櫃放在這個位置 兩邊都放在床頭櫃 其實空間是剛剛夠的 夠小的 OK 這隻就是我們41平的護形單位 它的價錢的話 大概是去到52萬左右 看看一隻107平的三房兩次的護形 進來這個就是我們餐廳和客廳 這個餐客廳的感覺會比較長 畢竟它是一個樹廳的設計 再看看膠收標準 就是雨膠漆牆和地磚 就是一個硬裝的膠標 鏡頭再轉一轉看一看我們的廚房 廚房這裡做了一個L型的設計 用眼所見到的廚櫃 包括七號燃機 這個造台和下面的消毒櫃 這些都是有的 再在旁邊這個小的生活爐台 爐台上我們就可以把洗衣機 還有熱水爐就坐落在這個位置 OK 好 吃得彈一彈的 就是這個廚房的雪櫃的位置 就不算特別大 可能只能夠放一個單門雪櫃 好 我們再翻出來我們的餐客廳 經過了餐廳 這裡就是客廳 客廳再對出來 這裡就是我們的主楼台 主楼台是做了四線門的設計 做了四線門的設計 出道回來這邊主要就是 可以看到後面的一個山景 那邊也是 我們再回來裡面 看完了我們的餐客廳的時候 就去我們的房間 首先是我們乾濕分離的公用衛生間 這個就是洗手 鏡的地方 裡面就是馬桶 以及我們的洗澡位 洗澡位 這裡就不算特別大 不算特別大 但是好像我身形那麼大隻 轉身的方便都OK 再旁邊這裡有一間小房 而這間小房 其實放一張單人床 可以放到兩個床樓櫃和衣櫃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它的飄桌位 是全部幫我們用盡了 所以整體的空間 可以利用的是更加多的 而這裡是可以看到我們的山景 這樣看上去 有種一線山景的感覺 看完這間房 再去旁邊 旁邊這間房 其實跟剛才我們看的那間是並排的 只不過尺寸會更加小一點 這間是真的做單人房 會比較OK的 而也可以看著外面的一個山景 每天早上看著鹿油油的一個景觀視野 在這樣的清晨之中 就起床 開始大家愉快的一天 最後當然就是我們最後的主人房 主人房是帶了一個套廁的 先看看 主人房在入門的這個位置 將來我們可以做一個定制的衣� 這位旁邊 這個就是我們主人房的套廁 套廁的大小 我跟剛才的客廁就差不多了 最後這個就是休息區 這間主人房 和剛才我們的主導台 就是同一個向頭 這裡放了六尺床 兩個床座椅都可以做到三邊落床 這個就是我們107坪的樹鏡三方兩次會議 假如你看完今集之後 真是想透過我們 經這個心中通道去到中山這一邊 吃點東西 和看一看一些優質的樓盤的話 記得盡早聯絡我們 或者先拿了一些樓盤的資訊 都可以的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入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在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了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在旺角站A1出口 出來之後去彌敦道這一邊 向沾沙咀方向走大概4至5分鐘 也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1502A室 我們誠邀你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裡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靚盤 獨家折購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